中聯辦說普選聯政改方案違反《基本法》 繼民主黨之後 中聯辦昨天會見普選聯七個代表 不過會後李剛明確表示 普選聯和民主黨提出將新增的五席區議會功能組別議席 開放給所有選民投票是違反《基本法》 李剛就呼籲泛民扣大同、全大二退一步海闊天空 普選聯說如果中央沒有明確普選路線圖 聯盟之內的14個議員對政改方案都不會投支持票 民主黨就認為還有得談 我們不會期望一次的會面去解決所有的問題 但是會面也不是說只有一次 他說會盡量爭取2012有更接近普選的過渡方案 最終達至全面普選